相信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不要去周星驰剧组周围闲逛 否则下一秒你会出现在哪里都不一定 而这个定律不管是放在人身上 还是动物身上都同样适用 1995年在拍摄大内密探00发时 刘以达受邀担任此片的配音导演 就找我 就配我的 但此时正在开会密谋电影配乐问题的刘以达 随着话题的逐渐深入 却觉得对面周星驰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 最后甚至还笑出了声 正当他以为导演有什么特殊爱好时 周星驰看着傻乎乎的刘以达 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图 因为周星驰觉得哪怕他什么都不做 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 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凭借着这份天赋 刘以达也首次以演员身份登上了大荧幕 事实证明周星驰的眼光是对的 《大内密探00发》在剧场上映后 由他登场的片段观众反响十分剧烈 于是第二年周星驰再次邀请他拍摄《时辰》时 刘以达直接一口答应下来 请问你是哪位呀 少林子方丈 发好梦为 而效果自然是不必多说 因为此片孟一大师的演绎 刘以达在电影圈甚至一度失去自己的姓名 值得一提的是 在喜剧之王中经典的《我是一坨史》 就是刘以达唱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他吗 和刘以达一样 其实郑文辉所饰演的角色 也是周星驰临时加入的 他原本是《时辰》的场外编剧之一 就在拍摄这段戏份的前一天 才被星爷临时告知 让他自带西装准备拍电影 而这一段的情节 原本也是打算让他自己设计 但最终郑文辉提出的几个方案 都没能让周星驰满意 无奈之下 星爷只能亲自出马 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 这双硕士学位的口致形象 实际上星爷在电影中说的也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郑文辉真的是香港大学毕业的双硕士学位高材生 大内密探00发开幕时的周星驰影像 其实就是郑文辉做的替身 之后的喜剧之王 情运一条龙郑文辉也都有参与 这些房子 老婆 而最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人 就连动物出现在片场也都没能逃出星爷的魔掌 1997年在拍摄加油喜事时 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 电影片场跑进了一头黄牛 为了不耽误拍摄 导演黄百明便让工作人员赶紧牵走 结果一旁的周星驰在听到后却建议别着急 万一一会儿拍摄能用到呢 黄百明听到后自然是完全摸不着头脑 于是在开拍后 周星驰就真的牵着一头黄牛 从镜头面前缓缓走过 而这段缓没有星爷的戏份 最终却还是被他抢进了风头 除此之外 周星驰还曾捧红两位灵魂人物 小强跟旺财 关于这两个角色那就比较有意思了 在拍摄腾博虎点秋香时 剧组人员众多 产生的垃圾自然也不会少 也就是在这时 小强横空出世 对于星爷来说小强并非不可怕 但他却在多部影片中加入了蟑螂的戏份 值得一提的是 小强一词其实是编剧古德招响出来的 而星爷也觉得这个名字十分合适 当即便点头答应 而黄狗旺财也是片场的流浪狗 如果说小强是被迫出演该片 那旺财的配合就让人过目难忘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 影片上映后所有的蟑螂都有了小强之名 而狗狗也都成了旺财 正如那句话 永远不要低估周星驰 因为你压根不知道他那天马行空的灵感 什么时候能用完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